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跟你说了吗 就这孩子 早早晚晚 早早晚晚得进去 妈 妈 你给我说清楚了 你是谁的 妈 谁是你亲儿子 他是不是你亲儿子 他 我 爸 爸 爸 童子 别着急 童子 别着急 妈 童子 别着急 别着急 妈 爸 你能不考 赶紧下个院 不不 不 请不许话 爸 爸 走 走 走 你好 我爸怎么样了 你们是病人家属 对 对 对 你们不知道他有高血压 还刺激他的情绪 现在啊 树上业了 情况基本上是稳定了 那我们可以看看他吗 可以看 但是啊 一定要注意他的情绪 千万不让他激动 万一引发中风 那个就麻烦了 爸 爸 爸 您 您 您千万别激动 有话您慢慢说 黑皮 我就黑皮这一个儿子 你得想法 想法把它弄出来 还有很多事情 现在告诉不了你 你回去等气吧 对 还有一件事 那个被撞的车主的联系方式 你有吗 你找他干什么人 我想过去跟人道个歉 对 还在一起 你自己想找他 你 我去看 我去看 他嘴巴 你 我去看 我去看 不是不是不是 是是是是下午被你 这个撞你的 他是我弟弟 他是你弟弟啊 对 有什么事吗 我来我就是想 跟您商量一下 您看看这事能不能网开一面 这件事情 您可能不是特别了解 如果这是一个 普通的交通事故的话 他倒没什么责任 但是他涉及骗保 这性主就不一样了 这要被提起诉讼的 能不能网开一面 这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我知道我知道 我也是没办法了 您不知道 我这个弟弟啊 他是我父母的亲生儿子 他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妈妈肯定就特别着急 我说的可能您不太明白 我是我父母的那个收养的儿子 你是收养的 对对对 就是我这个弟弟 我知道了 他现在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 我也是爱莫能助 好 那 那对不起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现在打扰您了 没事 你等等 我们服务中心现在新增添了一个便民项目 把你援助 要不我给你登记一下 你去资讯评讯好吗 好啊 那太谢谢您了 你叫什么母子 我叫唐中秋 唐 唐中秋 对 唐朝的唐 中秋节的中秋 曹先生 好 我知道了 唐中秋 唐朝的唐 中秋节的中秋 曹先生 我知道了 唐中秋 唐朝的唐 顾客 唐朝的唐 没问题 你不能没有 边心 可 还没有 你能不能 打扰我 你能不能 就是你嫂子这些朋友 要是真凭我 还真难 那你去找找我嫂子呗 跟她说说 你嫂子那脾气 走 家里来哪 那个 中秋和 妹妹俩来看 他们怎么来了呀 他们家的手我和古班 古班怎么死的你忘了 他们家的手我不会帮 我也警告你 要不咱俩就别过了 哎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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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再帮我点碗荷叶粥 别要粥了 这一大堆包子 你耗发了就 枉我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一生气就喜欢吃 这个生气归生气 别那么胃皎紧 伤胃 我愿意 你知道两口子过日子干嘛吗 就是愿意干嘛干嘛 我愿意吃什么吃什么 我愿意吃什么馅吃什么馅 我愿意吃多少吃多少 行 服务员 来碗荷叶粥 好的 随便走 吃 我还不饿 我也不太爱吃 你吃吧 那你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呀 你喜欢吃什么你都不能点什么 你还算什么男人啊 你喊我脸色过日子 服务员 我来碗豆腐脑 好嘞 你会儿 好了 别生气 生你哥气干什么呀 我不生气 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说啊 我哪里下去 好 好 好 喂 你不能大点声啊 哦 那行 你把他的电话和地址发过来吗 嗯 好 怎么了 我哥说把他们公司那个律师介绍给咱们 让咱们去咨询一下 你看 到底还有哥 走 嗯 请进 嗯 好好好 这这儿 请进 哦 来来来 请进来吧 谢谢 啊 这这儿可以考虑 请坐 可以考虑 啊 别这么定了 啊 没没没没的书没读就这么定了 好吧 好 好 来 二位请坐 啊 坐 啊 你们二位来找我 是不是想咨询一些法律上的事情 哦 是是是 啊 对 那个 庄 庄孙 哦 对 庄 庄孙律师您好 啊 那个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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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那个顾炎 啊 啊 啊 我说这儿 我说这儿 他让我来的 那个他说您会帮助我 哎呀 谁到这儿来 都是寻求帮助的 是不是 再说了我和顾炎就有关系 这么年来 很支持我 啊 我很感激他 哎呀 这时间很有限 那这样我请问一下 你们究竟需要我帮助什么 这样 嗯 是我弟弟他 被公安局抓进去了 说是那个犯了 保 保险诈骗罪 哦 那就是刑事案喽 是不是 啊 行吧 行事案行事案 那这样啊 这个我们这个律师行呢 对这个刑事案的代理费用 一般都是五万 当然了 我和顾先生都是好朋友 再说了 第一是他们接着来的 是吧 就是 这样 咱们按照合作价收费 收费三万元 你们俩考虑一下 还有什么问题 打完折 还是三万 这么多啊 这么 贵了 是 是这意思 那好好好 这样 你们要是要再考虑的话呢 咱们再约定个时间 如果决定了 那是找我的秘书 签一个这个委托合同 然后把定金先支付了 把你们所准备的材料 一桶都拿过来 然后我再开始工作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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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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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孙 孙律师 庄 那个 庄 庄孙律师 不是 庄四 庄 庄孙 庄孙律师 那个 我们能不能回去 我们商量一下 行不行 你刚才不说 我们回去 就是考虑一下 好 嗯嗯 可以商量 然后把那个资讯费交 就回去商量 啊 不是 资讯费啊 咱们这规定呢 是一小时五百 不到一小时 按一小时计算 你考虑一下 好 まあ 对 爸怎么样 吃了要睡了 她这个病啊 就是不能激动 一激动蹭一下 血压就上去了 可你说现在家里的情况 然不加强了 没什么 扶其洞行吗 祝秋 你这两天都熬瘦了 我瘦点没事 只要能把黑皮捞出来 怎么着都行 可这两天我这忙活了 一点头绪都没有 顾林不是说 他哥姐接受一个律师吗 别提那个律师了 能说几句话就开始要钱 事儿没说明白呢就开价 像这种律师肯定也是出功不出力 人要不行 咱可不能用它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再想想 妈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万一 黑皮 他出不来 还有爸的身体 还有爸的身体 我知道 请问这是建梁的家吗 邹律师 我想问一下 您是早知道我们家 黑皮那件事的 邹律师 快来来来 谢谢 谢谢 坐坐 你们不去过民政局 做过要求法律援助的登记吗 哦 哦 对 我想起来了 我差点忘了 就是上次 黑皮撞车的那个人 曹先生 他就是民政局的 我找他后来 他给我建议到 民政局去做一个 那个法律援助的登记 这没想到还真是起作用 曹先生人太好了 撞了人家车 人家还帮咱们忙 你好好谢谢 是是是 我一定去 张律师 那您今天是想 我这次来啊 就想请你们帮我写一份 受刑委托书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合金合理 合法的 代表你们家变量了 那张律师 我想问一下 那您的这个 收费啊 是是 这个你不用担心 因为是法律援助 这带有公益性的 律师费啊 我们不收 免费的 可以这么说 哎呦 张律师 哎呦 我我 我真是太谢 真的 不好意思 我 我擦口 谢谢 您是哪个律师事务所的 到时候您告诉我 在在哪儿 我给您写封感谢信 到时候我给您 我给您带面紧棋过去 送紧棋 对 千万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哎呀 哎 老同学 怎么样 去过他家了 去过了 那接了吗 接了 而且连 手儿标子签了 毕竟是降出同门啊 一个大学的校友 感情就是不一样 是吧 我在人家 我怎么听说话那感觉 人都不认识你 不认识 是不认识你 那为什么呢 你不认识人家 还管人闲事 弄他喂点啥吧 涂什么 涂点什么 什么也不涂 我就觉得那个大哥 为了他弟弟大热天的 东奔西走的 要钱没钱 要关系没关系 挺可怜的 咱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呗 你不会是因为干不抗河 想给自己拉点形上分吧 你要非这么说也行 无力不洗澡 那同学 不管是为了什么 这个案子就托给你办了 好好办 一定要办好 行 我尽你而为 对了 我怎么总感觉 这里面还有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而且我还感觉 你跟这个家庭 好像有什么其他的渊源 老同学 我可以开诚不公地告诉你 你想多了 你怎么才来 你赶紧想起 你得给我弄出去 我待不下去 行了行了 还把你弄出去 待不下去了 你以为这地方是我开的 人家在里面就待不下去吗 你又没进来过 我没犯事 我进来干嘛 你小子太没良心 家里被这事都急死了 你也不问问 这已经能接过我去 变灵 我姓张 是你哥哥为你讲的律师 你小子太没良心 你要想早点出去 就请你老老实实的 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 否则的话 我也帮不了你 嗯 你问吧 那辆结达车是谁的 我 王老四 说全名了 法庭上谁认识老三老四 哦 王军成 那怎么行车本上的户主名字 是你呢 年初的时候 王老四找我 说说说 他欠了别人的钱 他怕别人拿 拿他那车去顶账 就 就顾给我了 那我一想 那这事 挺好一事嘛 我 我就给 给过来了 你呀 你就想着不劳而获 天上掉馅饼 我能想到 那这孙子能 能框我呀 张女士 我想问 问一下 您跟我说实话 我弟弟他能出来吗 他说那个王老四啊 警察去找没找着 早就跑了 按理说呢 这件事情应该能说得清楚 可你弟弟偏偏又在碰撕现场被抓的 要想说明 他跟这个骗保的案子没关系 有点难 要是不行的话 就可能被判刑啊 国家现在正在抓这种案子 你弟弟啊 碰枪口上了 那张女士 那无论如何 那拜托你一定要多帮忙啊 我会尽一切努力的 再说了 曹先生做我的案子 我不会怠慢 是是是是 谢谢谢谢 你跟曹宋平曹先生从前完全不认识 完全不认识 嗯 帮一个陌生人 能帮上这个程度 不容易啊 是是好人 好人 你要好好谢谢人家 我一定会一定会 等我我我我我我 我到的单位去 我亲自找他感谢他 那就好 那行 那我先走了 好 有什么事情我跟你联系 好的 好了 那拜托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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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曹 你干吗呢 主任来了 好小子 背着我做了这么大一件事 还当没事人一样 怎么 还打算瞒我多久啊 什么事主任 这哪出啊您这是 你就甭瞒我了 人家把信都写到书记那儿去了 什么信啊 汤中纠纠写来的 这事啊 小事一桩 您替他干吗呀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刚才人家书记说了 市委现在正在凭标兵呢 还是你小子有脑子 是吗 来 到时候别忘了请你这个老上级喝酒 我那儿有事我先去忙去了 啊 曹先生 曹先生 曹东秋啊 你怎么来了 我彻底来谢谢你 没这事儿了 我们领导都跟我说了 说你还给我写了封表明信 其实你没必要这样 我就帮你的那么点忙 不值得你这样 对您来说是举手之后 可是对我们家那太重要了 我觉得您拿了一点东西 不成敬意 您收 不行 我不能收你的东西 听我说 我知道 我刚才就想给您送进去 但我想您肯定不能收 而且进去 人看见了也不好 所以我在这就等您 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就是一些点心 不是贵重不贵重的东西 我真的不能收 我还有事儿不能收 我还有事儿不能收 其。 你不用收 你找到了 方面 是不是 你这儿 不是 有牛舌饼吗 有啊 要不 咱们俩找一地方 把它给吃了 行啊 那 咱们到前面那个金金公园吧 好好好 你先开 我跟着你 好 想吃那条面 好 好长时间没吃过了 你喜欢吃这个牛舌饼吗 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 后来和父母去的外地 就再也没吃过 别管我吃啊 不不我不吃 我看着你吃就行了 我真没有想到 你挺爱吃这个的 刚开始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我看你开那辆车 这事达漫的 我就怕你瞧了不上我这点击 这没想到你 你还喜欢吃这个牛舌饼吗 不愿意 看着你吃得就像人那样 而且想起来我爹地 那我就是随便说的 别介意 你刚才说你爹地 你刚才说你爹地 他还不倒霉 你刚才说你爹地 弟弟 是现在关在里面那个吗 那个是我养父母的儿子 我说的 那个是我亲弟弟 我被养父母收养之前 有两个弟弟 我那大弟弟 想要吃这个牛舌饼 那你这个养个弟弟现在都 叫什么呢 没联系 小时候 家里有一些特殊 都过去的人了 早就没联系了 你说没想着 跟他们找找他们 想 怎么能不想呢 不瞒你说 一直在想 哪儿那么容易啊 茫茫人海 就算找了他们 他们能不能认为 你会不会打乱人家现在的生活 一想这些 我的脑袋就像一团浆糊似 手骨开了 他们都应该不想 他们都应该不想 我去吃了 我去吃一块儿 来 吃饱了 吃什么饱了 这么大个子吃一块儿 就吃饱了 我去那儿 这不是什么贵东西 喜欢吃就吃 吃吃吃 吃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可怕啊 我还听说你在帮助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妈 这个事吧 怎么说呢 说来话长 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可怜的 再说我们单位不是马上要干部考核了吗 所以 想不想听听我的看法 你说 先说一说你的动机 你说那个人很可怜 没错 那个人非常可怜 但就你的能力 你帮得过来吧 因为天下可怜的人多着呢 你说是为了干部的考核 那我再想告诉你 你只不过是动了一点小聪明 不是什么大智慧 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只出了一点小风头而已 知不知道 吃饭吧 对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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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没希望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到这个时候了 就算死马当活马翼 有什么办法你说 我都愿意试试 我都愿意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试试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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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躺在床上 很危险 我担心 黑皮要真是进去的话 我担心他的病 他的命会 有方来 我有什么关系 等等 我要给咱们三兄弟 做一个技巧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吃饭了啊 洗洗手 干嘛呢 发什么呆呢 没 没什么 手里拿什么东西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这什么照片啊 这撕成这样了 我 问你话呢 你听不见啊 你想急死我呀 你说不说 你不说我把他撕了 你别动 你坐下 你坐下 我想 可能 我找了我弟弟了 哦 谁啊 灰皮呀 嗯 不是灰皮 是我亲弟弟 什么意思 我没明白 怎么冒出个亲弟弟来呢 这个 说来话长 你知道 我是被我妈领养的 还有一弟弟 当年也送人了 当时才一岁半 那一岁半的孩子 现在还能认得出吗 当年送人的时候 我用火炭 在他胳膊上烫了一个疤 那他现在人呢 在哪呢 这个人你认识 就是那个 藏棍 好了 又上班来啊 这几天在里面 还好吗 瞧你这问题问的 现在试试不就知道啊 对不起 我这话说的不是很得体 我跟你说 我本来啊 没打算见你 你也带着闷子 得腌子 我来个烟丑 有 有 给你这 你这什么意思啊 够怪的啊 不是 嫌疑我 不是不是 你别误会 这是我的职业习惯 我是干哪行的 我想你也应该清楚 我们这行会有很多讲究 我是怕 你会怕我 不是不是 你这些不会是给死人抽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 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那得 那我也不抽了 好家好运这 长官 我今天来找你 是想 算了 等待再来 没什么可聊的 这烟味不抽了 走了啊 别别别 你听我说 我找你来 不是跟你商量 那个黑皮的事 我是想跟你 聊聊天 随便聊聊 聊聊家常 什么 说说 你的事 你家里 家里的事 我们虽然认识 但是 也还不算了解 你嘚瑟什么玩意儿呢 大老远的跑出来 跟我聊家常 你有事没事 这个世界上 有两句话 什么时候说出来 都是假话 你 你 有什么时候说出来 你 你 说你人不想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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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之前我在火葬场当死路 送走了多少人 自以为什么都见过 总讲着自己死的时候 一定是很聪明 有的时候啊真希望这一天早点来 看看自己怎么敢死 爸 要是我也会这么想 你说这算不算是职业病啊 也不知道啊 我活着的时候 还能不能看见他出来 您放心 我们都在想办法的 那我先出去了 终秋啊 你这弟弟啊 实不争气 在对他你们哥俩态度是恩 我也是偏心 可得好我得去你弟弟 爸 你爸是不是又跟你提黑皮的事了 是 这都快成爸的心病了 妈 我挺担心爸的身体 别担心 陈秋 你跟我说句实话 黑皮是不是在里面 就出不来了 张律师说 挺麻烦的 妈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 这孩子 就是缺心眼啊 妈 我想问您一件事 什么事 我那个小弟弟 当年 您送给谁了 他们家在哪儿 您还知道吗 怎么好端端的 问起这个来了 我好像 见着他了 是吗 地址我还真留意看 放哪儿了 我去给您找找 老伯 vänd dość 疯 除什么 母 속